儘管烈日當頭 大伙還是賣力的摘彩著一心二葉 就是與主山鎮沿鎮社區 辦理的首座幸福 沿鎮茶香彩茶去體驗活動 當中還有許多外縣市的朋友 像是台南來的遊客 就是第一次體驗彩茶 因為現在放暑假 然後就來山上玩這樣 應該是說來彩茶就很特別啊 不一定是生日啊 不管哪一天來彩茶都很特別啊 在阿嬤家也不會有這些茶園 所以彩茶就真的很特別啊 可以體會到那些彩茶姑娘們的辛苦 第一次體驗彩茶感覺很有趣 以後啊家裡在做茶 我會幫忙去掃茶葉 或者是幫忙用茶葉 不僅有外縣市遊客 更有來自日本大阪的朋友參與 從彩茶到柔簾茶巾通通自己來 這樣的體驗是讓她既興奮又開心 她第一次來彩茶 她覺得就是雖然很熱 但是非常開心這樣子 她覺得說她本來就很喜歡喝茶 但是因為她說這一次啊 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是我介紹她這樣的機會 就是來參加彩茶這樣子的一個 第一次的經驗 她覺得非常的愉快這樣 她日本因為是綠茶嘛 那綠茶本來生日本的綠茶就很好喝 但是到台灣的時候她以為說 綠茶跟我們台灣的烏龍茶是一樣的 結果來到台灣之後啊 她覺得說啊原來烏龍茶有這麼多種不一樣的 所以她覺得蠻驚奇的 透過這樣的農事體驗 社群期盼讓遊客不只會喝茶 也能試著了解產製茶葉的不大精神 基本上因為我們本身 鹽鎮它是一個茶香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的小孩子能夠從小都學習這樣子的一個採茶經驗 也可以去體會到說他們的家長的辛苦 因為家長都說很早很早就出門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小孩子也能夠體會到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那我們也希望說其他地方 因為很多地方的小朋友都不知道說 欸我們採茶是怎麼採的 以為說欸茶就在桌上就會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說辦一個這樣的體驗營 讓所有的小朋友 還有就是沒有採過茶的朋友 能夠來過體驗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竹山為縣內產茶區之一 透過這樣的活動 不僅能夠發展地方的深度旅遊 也間接讓遊客認識竹山茶的好 議長和勝峰是相當肯定 也判產茶的社區能加以效法 米蘇雄欣怡竹山採訪報導 嚴正採茶開不開心 開不開心